唐僧 一提到这两个字 每个中国人都会想起那个百折不牢 要去西天取经的唐僧玄奘 玄奘是伟大的佛学家旅行家翻译家 前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普初先生称赞说 他是历史上我国佛教优良传统的最典型 最圆满的体现者 玄奘法师是诺阳沟史县人 素姓臣名义 跟着哥哥刻苦学习才华出众 受哥哥的影响 玄奘13岁的时候 就毅然决然的出家 出家后呢 一直刻苦的研读佛经 20岁的时候 玄奘已经学完了佛教各种宗派的学说 又便有南北各地 参访不同宗派的名师 向他们请教 名神大正 史料记载说 二十有意 为朱学府雄伯沙门 讲阳心论 不愧文相 而颂诸无穷 实目神人 不神 何能此也 21岁的时候啊 他讲经说法就已经 被佛教界赞叹为神人 可见他的佛学水平之高 得到了一致的推崇 玄奘不断地学习提升 掌握了当时佛教意理方面的全部的内容 但也正是在这深入的学习钻研的过程中 问题就成为 玄奘大师 萦绕在心头的 挥之不去的一大心结 在这种情况下 玄奘萌生了强烈的念头 要解决佛学界的疑难问题 就必须到佛教的发源地印度 去学习 取得真经才能破除彼岸